數以百計尼日利亞人為了逃離中非共和國境內動亂已經返回阿布加 阿富汗警方構察一名少女 她說被她的兄弟強迫穿上炸彈背心 要她執行自殺爆炸襲擊 由於探戶問題嚴重 土耳其宣布解雇350名涉及貪污的安哥拉警察 印尼西立鵬火山冒出火山灰和龍煙覆蓋蘇門達立島地區 所以千計居民要被迫疏散 哥倫比亞柏斯托士舉行黑白嘉年華會 吸引了幾千人參加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